我是Chris 我和太太Lidia 都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1998年我們帶著三個子女 移民到美國籍谷 2005年我們一家五口 又搬到中國、港西南寧去接個孽兒 我們很重視家庭 為人父母見到小孩子受苦 我們很痛心 當時的籍谷和南寧 真的是兩個世界的分別 為何我們會去南寧呢 因為2005年 我太太Lidia 她一個人去了南寧 一個殘障孤兒院去幫忙 對她來說這個經歷 是一個很大的震撼 為何會這麼多 殘障的小孩子被遺棄呢 當時自己第一個感覺 就是我可以做些甚麼 就是作為一個媽媽 那個憐憫的心 出來了 我們很認真地去想 我們怎樣可以幫助小孩子 讓他們有個家 於是我們決定留在南寧 創辦了雲彩關的中心 讓這些小孩子有個家 我們不會叫做孤兒院 因為我們會希望 為小孩子建立一個家庭 他們會有代父母 有他們的兄弟姊妹 好像一個正常的小孩子一樣 健康成長 就好像我的兒女一樣 每個小孩子都應該去夢想 敢於去做夢 但是這群孤兒 連夢都沒有 我們很希望 我們這群小孩子 長大的時候 當他們的兒女問他們 童年是否開心 他們可以很肯定地說 他們是一個很開心的童年 在內地做孤兒院 當然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過去那十二年 我們都遇到不少困難 流了不少的眼淚 但是我們從來都沒有想過要放棄 因為我們相信 愛可以改變生命 孤兒院一個男孩子 走過來 他抱著我 他跟我說 我會好好讀書 入大學 這個是我的心願 他很想告訴所有人 很疼我們兩個 人道精神就是 每個生命都是很寶貴的 他們是有尊嚴 而且是應該被關愛的 還有我們相信 愛可以改變生命 帶來盼望